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 机器学习范式里面的 监督学习的一个具体的学习里面 我们再一次给大家进行一个 方法论的一个大观 OK 我们说在这个图是sklearn 在python里面最著名的一个机器学习框架 所里面的图 如果你真正学会这里面的方法 你的机器学习就过关了 OK 那么一步步来看 我们说在机器学习算法的这个公园里 我们这里上面是监督学习 下面是无监督 我们先去关注一下监督学习 监督学习总的来说 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classification 一个是regression OK 完全不同两类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分析 什么叫分类 什么叫回归 分类 比如说你要做出的决断是 你要预测的这个目标 这个target是离散的 比如说 0或1 那么因为一般的分类 就我们人的分类都是说 苹果还是鸭鲤 狗还是猫 这种都是说0到1的一种离散的目标 分类 我们可以写说分类 OK 分类 x到y 但y是离散 y是离散 我们说这种是0到1 这种 那么回归呢 回归实际上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目标 也是x到y 映射 它都是一个监督学习 是一个映射 但是它的y是属于实数域的 比如说对价格的那个预测 对吧 价格是任意的实数 那么是这个y 那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么重视这种 就是数学的这种分法呢 因为机器学习本质是数学方法 它的这个方法论决定于 它的数学的性属性如何 OK 后面的方法都会不同 后面的这个分法都会不同 那我们再仔细看呢 就是我们会大概知道一下 我们后面有学习什么 那么分类器 这个分类这块里面有很多种分类器 我们管一个分类算法 往往叫做分类器 器就是说一个机器 就是一个算法 比如说linear SVC 线性直视向上机 SGD Classy Fair 随机度下降 分类器 Kneighbor Classy Fair 这个KN knife Base 简单倍页四 都会给大家讲 然后回归问题里面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 线性回归 当然线性回归的高级版本 Lasso和Rigged Regression 后面会给大家讲 SVR Support Vector Regressor 看情况给大家讲 好 那么好 那么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 我们说呢 这个 机器监督学习的两大分类 那么我们说呢 分类问题呢 又是机器实习 机器监督学习的最大的一类 很多问题都可以转化为分类问题 比如说人的认知和决错 很多时候是围绕分类 张开的 对不对 什么是危险的 什么是不危险的 原始人 对吧 采摘 需要决定 一个植物是危险的 还是不危险的 这在 对它的生存 真的是非常必要的 好 那么我们就进入到 分类任务的一个 具体学习里面去 首先呢 我们给大家 展示一张照片 非常美丽的图画 但是不要被迷惑 这是一个数学问题 这个是一种花 叫烟尾花 烟尾花是法国的国花 之前在过去的时代里面呢 人们对它的分类非常头疼 因为这个花长得差不太多 但有了机器学习 对这一类的这种分类问题 变得非常容易 因为呢 机器学习是通过一定的特征 自动的去识别一个东西 那么说 我们说呢 这个花无非是有一些 这个几何形状的特征 可以分类 那么就具体的来讲讲 特征这点事 那所谓的 其实特征呢 无非是数据里面的一些特性 那么数据里面的特性呢 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苹果和香蕉 它们有非常多的特性 可能有糖度啊 有这个形状啊 大小啊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蛋白质数量什么的 但是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所用到的特征 往往是人类 根据自己的常识 认为能够对它们进行 分类的一个一些主要的依据啊 就是这个叫做特征 在这里面呢 就是颜色和形状 然后呢 为了更好的去做一个数学问题呢 我们又会经常把这个特征呢 做成一个坐标轴的形状 那坐标轴的形状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无非就是 这个坐标轴里面的两个点 一个点啊 一个点 那么呢 比如说苹果啊 是一个点 香蕉是一个点 那么就是说呢 特征是分类的依据 而特征 往往人们用一个 坐标轴的是一个数学形式来表达 那么说呢 那么一个数据点 往往就是坐标轴里的一个点 变成了几个平面上一个点 这个就是我们建立这种联系的一个方法 那么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刚才的花的问题 那么花的问题呢 其实花的特征呢 无非是 它的几何形状 我们刚才说 这个花呢 呃 这个我们说一个英文单词叫 siple 是siple这个词呢 是说 其实呢 是说它的这个花的一个纯 纯瓣 然后pato是说这个花的这个 呃 它的这种叫花瓣 当然在具体什么区别 我也我也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一个在下面 一个在上面 但是它们的长度和宽度 是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的 那么通过这样呢 我们建立了四个特征 那siple length 呃 这个纯的长 siple width 纯宽 pato length 半长 pato width 半宽 label 是它们的一个种类 那么我们说刚才看到三种花 对不对 那features呢就是说 它们这就是这四个特征 四个特征 预测的目标 class label 就是三种花 我们说是离散的目标 OK 那么我们就建立了 通过一张表格 建立了一个分类问题 然后呢 我们说这些特征 依然可以表达在一个 呃 我们说坐标品 坐标系里面去 那这里面 由于是四个特征 并没有这么好画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两个特征拿出来 对吧 比如说 pato length 和 pato width 对吧 那么可以取两个特征 然后呢 我们就这些点呢 无非是在这个平面上的一些点 OK 好 那么就给大家讲到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什么是分类 以及如何建立特征 当然呢 还有一些问题的特征 并不是这种几何形状 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文字 那么文字也是一种数据 那么大家说这些都是数据啊 大家强健的之上 那么如果我们要预测一段文字的一个属性 比如说这个这段文章是属于哪一类的文章 那么我们通常呢需要呢 建立在我们生活经验上的一种提取 那就是说关键字 对不对 大家说文章分类一定是关键字 那么这里的特征就是一组关键词 那么这组关键词 包括可能包括什么 这里出现的词 上帝 地球 这些词汇呢 它会对于你的这个分类 进行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信息提供 你这个上帝可能就宗教类 地球呢 可能就是地理类 那我们说呢 实质上呢 就是说这种 大家可以从此深刻的理解特征 特征是人根据自己的一种经验 从数据里面提取的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对我们的分类 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特征 那么我们这个知识点就讲到这里 OK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刚才说的 那么有了特征的表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来理解 什么是分类的一个任务 在数学上的表示 OK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这张图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非常熟悉的 特征的这个平面 对吧 我们说特征 我们在数学上可以表达为 一个空间 那么如果是两个特征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平面 X1和X2 比如刚才说的英伪花的 这个花瓣的长度和宽度 或者说 这个水果的颜色和形状 或者说某某两 文章的某两个关键词的 这个出现的频率 它们都可以作为一种特征 数学上的特征 那么这些特征本身呢 是其实说我们说 如果是 两个分类的话 我们有甲类和乙类 我们会看到呢 它们在特征平面的分类呢 实际上是分类在不同的区域里 大家想象啊 这个是我们分类的一个基础 能够分类 如果说 我们这里两个类 我们两个类分别是用 这个十字和减 和这个减号表示的 这个加号和减号表示的 那么我们说 如果两个类呢 会混杂在一起的 我们假设这个风光呢 是混杂在一起的 加号减号 加号减号 是分不开的 是在一起的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 是没法分类的 大家仔细想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说呢 在就是如果 我们说在特征的 这个层面上来看呢 这两种东西的特征 根本就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 或者是我们特征的提取 是错误的 我们特征就没提取对 或者是这两个东西 本来就分不开 就是 我们根本就不能用 一个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都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说分类基础 能可行基础 是说我们在这个特征的空间 最简单的情况下 这个二维平面上 它们是分开的 增加号减号 分开的 那么分开 既然是分开的 我们就会有一个数学方法 来找到一个 它们的边界 把这两个东西分开 大家看在这张图里面 虽然说 这个黄色点和蓝色点的 这个 这个分开 这个界面啊 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 会是这样一个曲线 但我们是可以找到一条曲线 把它分开的 如果这条曲线不存在 那么就没法分 但如果它有 它一定能够找到 那么我们说 这个找到这条曲线的方法 是我们不能靠人 去手共去那么绘制 而要有一个方法 让积极来自动的找 那它的一个套路 跟我们之前说的那种 就是让它 从错误里面 学习的套路 是一致的 那么我们后面就要讲解 关于这样 找出这条曲线的数学方法 在这条曲线的数学方法 那么我们的这条曲线的啊 在这条曲线的数学方法 是一张一条曲线的不公众